金马奖的50周年 现在请来国际知名导演李安 担任评审团的主席 由于金马执委会将会在明天举办记者会 所以身为评审团主席的李安 也在今年清晨已经回到台湾了 目前现场最新情况 我们赶快联系给记者林威凡 告诉大家 威凡 好了 主播各位观众 国际知名大导演李安呢 这次因为担任金马奖的评审团主席 而明天就要举行评审团的记者会 因此他在今天清晨的时候 搭机返回了台湾 在先受访问的时候 除了提到 因为今年是金马奖的50周年 真的很不容易 很开心能够为他服务之外 他也提到之前 卢贝松导演来台湾拍戏的事情 我们来听听稍早的访问 大家都是在工作嘛 对不对 其实只是一个协调问题 这个全世界都很多拍片的事情 大概都一套套路 大家该怎么做 就这样 我觉得除了那个以外 我自己带很多朋友来 每个人都舍不得离去 都觉得台湾是很好的地方 那我也很推荐大家来这边拍片 我觉得对国家的形象 就大家知道我们台湾 就是所谓的国民外交 还有台湾的知名度 跟他的credit 他的信用 还有尤其是我们这边年轻的电影工作朋友 能够跟外面接触一边工作 我觉得都是很良心的一个刺激 我希望它继续的持续的发声 我们可以听到刚刚李安导演说的 觉得台湾真的是个很好的地方 他也会继续把他推荐给更多的人 那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中外合作交流 把台湾推向世界的舞台 也让台湾的电影工作者 可以好好学习 见见世面 以上是最新消息 出播 好 我们谢谢微凡 在机场帮忙掌握的最新情况